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忍步盤球 特別有打近身戰 運用這種技術可以提升跟對方距離近的個人成功率 令對方球員不會再輕易搶到你的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到這種情況 跟對方距離近的時候去做突破 很容易就會被搶 空間不夠做突破的決定之前 運用慢速的忍步盤球慢慢給對方壓力 令對方的重心向後移 增加跟對方的距離 運用節奏的變化 從而提升個人的成功率 例如假裝往前再往大位 又或者慢速的忍步盤球再做變速突破 當中用得最具標誌性的就是美斯和阿薩特 忍步盤球每下接觸皮球 重心腳都是較前 每一步盤球的幅度都很少 步伐會變得很細的幅度 腳落地的速度傷到會較快 所以對方估計不到你變一下碰球 是做突破的決定 很多時都不會飆你 再加上細幅度的盤球 可以方便快速做出下一個動作應對 不怕對方飆球 就算對方不怕你向你迎擊 都可以快速做出護球 同時又可以靈活運用全球 令我對方難搞到你 這種攻守兼備的盤球技術 大家不妨嘗試一下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